说起韩国的防弹少年团,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想到的是他们在国际上较高的影响力,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一支灯上,时代,周刊的韩国男子团体,甚至还能被邀请到了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无限一代的活动并发表了演讲。 这种种的殊荣让这些个拥有年轻协议的男子团体已经处在了如日中天的高度,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团体虽然在美光灯下享受着那耀眼的光芒,却不知道的是他们也遭受着全世界范围内的死亡威胁以及稍有不慎的谴责。 在11月13日的时候,有一位名字叫做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犹太人组织,谴责韩国男子团体防弹少年团嘲弄历史原因,就是这个团体里面的有一位成员拍摄的一些照片,涉及到了纳粹风格的标志,并且要求这个团体向他们道歉。 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只是一件小事,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二战期间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残忍屠杀,没有经历过他们在奥斯维新集中营的绝望,他们十分的敏感并且多疑,随随便便的一个话语都能让他们浮想连篇。 而除了整个团体被国外的组织贬低,防弹少年团的成员普志明迄今为止都受到了至少三次的死亡威胁,在今年的9月5号的时候,普志明受到了自己的第三次的死亡威胁。 有人在网上声称将在他们洛杉矶演唱会的现场开枪杀死他们,在此之前已经有两次的枪杀事件,分别是在加利福尼亚的演唱会和沃斯堡的演唱会,具体原因我们不清楚,貌似就是一些狂徒对于韩国的韩团的不满。 他们也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拥有组织有同伴,在去年的4月份的时候,就有狂热的网友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了自己沾满了鲜血的双手,并配了语气激动的文字。 在4月1日的活动中,我们将杀死普志明。 如果说这些都算是恐吓,那么今年的这个威胁甚是公开了自己要实施枪击的凶器,两把银白色的手枪。 第三次威胁之后,美国的警方已经加大了调查的力度,并且承诺加强团体演出时的安防力度,最大程度上的保证成员们的安全,不过就算是这样也依旧无法减轻粉丝们的担忧。 小编注意到这些号称要杀死普志明的狂热网民,似乎都是海外的网民,这就有点让人搞不懂了,他们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对他们抱有这么大的敌意呢? 现在都已经2018年了,还有人自欲为上帝能够随意结果他们的生命,大家都是同样的生而为人,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经宣扬了多少年了,没有谁有资格去剥夺别人的生命。 纳粹服装事件出现后,防弹少年团又一次地登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年头,当个明星也挺不容易的。